大家好,下面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第26节链条传众的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链条的一个选型 这里呢我们采用的是MISMI的一个选型软件 大家也可以采用国内比较知名的银河达的一个选型软件 都有这个链条的一个选型 在这里面链条它的选型的时候呢 这里所谓的这个部分 它所谓15 25和40这种 就是说大家去点击这对应的这一个参数之后 就可以看到它的结局 就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结局 我们是以链条作为一个参考 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CH80-4 那么它的结局是25.4 也就是它这是一寸的链条 这是链条的一个在选型的时候 我们在参考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链条 它主要分为标准的类型 标准的类型呢 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一种一个工程式图的一个模式 标准类型的链条呢 有从一分到一寸 这不等 这之间还有两寸三寸 往下累积 像这个文档呢 大家都可以在百度文库里面免费下载 我也会免费提供给大家下载 这是标准类型的链条 我们所说的 所说的一分两分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给大家来稍微的说一下 因为还是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有一点疑问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补充一下 一分呢两分呢 它是针对这个一寸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25.4毫米 这个单位来做一个基准的 这就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准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寸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链条呢 是25.4 应该是25.4一个拮据 25.4来作为一个拮据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寸的链条 对应的是80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刚才选行的这个软件里面呢 80B系列的就是一寸链条 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我要选三分的链条 那怎么办呢 那三分的链条就对应的是35 而且它拮据是9.525 你就去找这个35这个类型的 那就去找35B系列 这个就是三分的链条 我们把它导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它输出文件 然后呢 STP3D格式 再次重复的跟大家再次声明说明一下 我们其他的选顺软件尽量的不要采用你本机带的自动的格式 比如说你用Suriwork 你就转这个Suriwork 3D 那往往通过这种方法呢 可能比如说像雅德克啊 或者说别的选顺软件 可能会非常的非常的慢 甚至出现死机或转不出的现象 像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好转换为STP3D的格式 虽然在这种格式上面呢 它是不带装配格式的 但是在其他的格式上面呢 也有可能不带装配的 好 我们在这里点对一个 当然你可以在这里选择 你在转出之前 你选择这个链条的长度 也就是它所谓的节式 比如说你要100节 那么你在这里选100 它自动的会自动加长 好 其他地方呢 可能改 都改不动了 那这里你就点文件 输出STP3D格式 然后记得转出的格式文件 比如说你存在一盘 那你要自己记得这个位置 比如说我存在一盘 2016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 新建一个2016的文件 2016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2016这里 记得这个文件名 这是35B 35B 也就是对应的是 看一下这张表 对应的就是三分 三分的链条 这是链条它的一个标准的选行 它的结局是25.4 你自己在拿尺子测量一下 大概就知道这个链条是什么样的一个 你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范围 好 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范围的尺寸 我们打开 2016 这个格式 然后呢 打开 这是我们链条在选行的时候的标准的类型 然后呢 第二种类型呢 就是双截距的类型 好 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它展出之后的量子 双截距的类型和还有别的截距哈 比如说三倍截距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啊 比如说像205倍数的这种 可以看在下面 这是双截距的输送链的参数 双截距的输送链的参数 这里有它的一个对应 它的代码 但我们选去软件里 这里是没有的 好 然后呢 就是倍数链 倍数链 倍数链这里也没有出现 好 待会我们 倍数链一般通常情况下 它会 它会用在什么场合呢 它会用在 比如说像我们输送这一块的 就是说 比如说 你输送的这个产品呢 可能达到 也可能达到 100公斤以上级别的 你可能会采用这个倍数链 也有可能你 如果是采用的是 公光版的一个输送 比方说我打比方 什么时候会用到倍数链 倍数链呢 它是 我这里没有相关的资料 我们可以 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找一下 它对应的 它的一个 它的图片 比如说我们如果 想要 想要以公光版的方式 这是一块版 我在这块版上面呢 我想要做一些定位的秩序啊 或者说 一个产品我要放上去 那么它可能呢 在输送的时候 有可能四角都采用你的 轴承 升高球轴承进行一个 连接 因为防滑的 不 因为打要滑动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采用的这个 就是倍数链的一个方式 倍数链的方式 我们在这个用另外一种颜色 给它画一下 大概画一下 倍数链的方式 这是它的一侧 一侧 这是另外一侧 倍数链的方式 我们在 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考虑 是使用倍数链 还是单排普通的链条 单排普通链条 如果你是滚筒的 直接的这种滚筒输送键 那肯定就是单排的普通链条 如果是 你这个承重比较大的话 你可以采用双排的 但是滚筒它跟这个倍数 它这边就不会相关 这里要注意一下 然后呢 就是双排的链轮 双排链轮呢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在使用一些 特别是上下传动 防止这个链条出现一些断节 同时呢 要增强它的一个承重性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采用双排的链轮 待会我们在 做这个链条传动的 这个案例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链条传动的机构 链条传动的机构 一般来说 我们链条传动的机构 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电击传动的方式 电击传动的方式 这里 这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 先塞在它 电击传动的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气缸式的 气缸式的传动 可能很多人会问 气缸也用链条 当然链条它还会配合 别的一些传动的方式 比如说链条配合 配合同步 同步弹 可能 就是说我们链条 是作为一个主动的 一个主动传动的机构 然后同步弹呢 也作为一个 传动的一个传动机构 这样子的方式 待会我们会以案例 来跟大家来详细的说明 好 详细说明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看一下 链条传动的 一个气缸式 这里给大家 大概来解释两个方面 因为电击传动呢 在主动呢 它在传动的时候 如果说我们是 普通的水平的 这个大家就很容易理解 如果是上下的话 上下这种方向的话 那么尽量的考虑什么呢 考虑传 考虑配重的这个情况 好 考虑配重 另外一个在张紧 这个这一块 也要也要做考虑 我在这里大概来跟大家 画一个东西 可能理解 可能更透一点 如果我们在上下进行链条传动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做一个升降的机 好 当我们给大家来做这样的一个案例 升降机 那么上下这里两个 做一个链条的传动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结构 这是上下方向进行传动 那么这里呢 我带一个 比如说带一个输送的输送线 那如果我们链接在上方 在上方进行一个连接 进行一个连接 主折的连接 这是重动折的连接 那么在这一侧 你要做一个配重的块 做一个配重块 这是这一个要知道的 另外一个在张紧机构方面 上下都要同时采用张紧的 就是拉紧的方式 拉紧我们知道这个链条 这个形状是这样子 那么它在张紧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充分地用 它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中间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的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部分呢 给它张紧机构的连接轴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大概是做一个 这种样子的东西 这个呢 这一块 就是连接在这个位置的 然后呢 底下这里就是丝杆 这里就是丝杆 这样子的 你就可以上下进行 点击 好 在这里你要焊点一个 耳朵 键槽的形式出来 才可以进行一个 张紧机构的使用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升降机 升降机呢 我们这里主要讲两种方式 一种是气缸式的传动 还有一种就是电机 跟大家 两种都会分享一下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气缸式的传动的 一个结构的设计 在这里 我们不保存了 在使用这个气缸式传动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因为为了方便快捷的超速 我们在这里因为稳定一线 我们在这里机械的机架 我们采用的是方通的形式 当然我们一般哈 一般我们常用的一些输送线的 或者上下的 或者说水平的输送线 那么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四种 机械的结构材料来作为它的一个机架 那四种呢 第一种我们所说的就是形材 在这里也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要讲的 就要扯得多 东西多一点 然后就方通 还有一个就是C级钢 还有一个呢 就是潮钢 潮钢 为什么说这四种呢 每一种各什么 在什么场合会用到它 在什么场合 形材大家都知道 它在使用过程当中 它有很多的建潮 所以它在可调性方面呢 会比较 用的比较好 有优点哈 这里我要跟大家提 因为这里接下来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经验 稍微的要说 我都不在这里写字下来 心材它的优点呢 是它有建潮 也就是说它可以调性 通常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在传动的时候使用滑轨 如果客户特别要求使用滑轨的话 那么你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安装这个导轨的直线滑轨 直线滑轨的时候 就滑轨呢 比如说我们要四米长或者五米长 一般情况下也就方便的人都知道哈 五米长的滑轨 你如果做这种安装孔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因为五米长 你可能就要五六十个这种安装的孔 要攻牙 要打孔 而且要考虑平行度 所以说滑轨在安装的时候呢 不易安装在下面三个 三个案三个材料当中 而最适合用形材来作为他的一个安装机架啊 来作为一个安装机架 这是形材可利用的两个优点 第一个它可调第二个呢 安装孔可调第二个呢 这是它用于安装滑轨上面 就用的非常的好 好 另外一个如果说你不不想使用这种直线滑轨 你可以使用啊 我们说在前面我们讲的雕刻机还有一种 也不是也不是啊 那种 那种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软棒啊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种结构 因为在前 在前面我们都 在前面我们讲这个雕刻机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些人 见过啊 这种就是说它这上面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连接的连接的轴块 也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它的方块 而这个部分呢 就是它连接的轴 现在呢 而这种结构呢 它有它下面这个是铝材啊 这都是铝米板铝材啊 稍微有点厚 可能是四五毫米厚的 三毫米厚的这种 那么它这个东西呢 它安装孔就没有滑轨那么多 所以它在做的时候呢 也是啊 用的场合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进度方面和滑轨相比差不多啊 因为它也可以上下这样子的 但是滑轨毕竟它的进度更高 而且它的前动性更好啊 因为毕竟它是轴 但是呢 如果你是别的方式直接轴的话 就没有必要采用到想到这一点了 好 但是形材它有个致命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形材它的壁后啊 一般我们说什么2.5啊都很少见啊 都是两毫米以下 所以它不存在什么可公园 另外一个 它过螺丝这一块 就是说你螺丝在安装的时候呢 还是不方便啊 就是你螺丝过螺丝 比如说 比如说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要在40个形态上面 去装一个直线那那种啊 带座轴承啊 带座轴承假设它是M12的啊 那么你要讲M12的螺母 要放到这个形态里面就放不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你就没办法啊 就没办法 除非你打穿它 但是打穿它 它的连接性就没那么好啊 这是这一个 就是形材这一块 那方通呢 它在制作工程中 就是焊接 焊接而成 所以它的稳定性比形材要好 因为形材它软 所以呢 方通是我们 尽量优先来考虑来做的 形材呢尽量少考虑 形材它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它的连接啊 连接没有我们这么好啊 特别是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方通我们可以直接 焊接 我们很好很好去 绘图 但是形材呢 我们要考虑很多方面 如果说 如果说你在焊接这个机架的时候 大家看到这是一个立体的一个一个图形 如果你看焊接机架像这种方式 你去你去作为一个焊接的话 它作为一个连接 你用形材 那肯定就行不通 因为这机架就无法打 好 机架呢 也必须形材也必须要凸出来一点 凸出来一点 要错位 每个位置要错位 来进行连接 这样方可稳定 方可稳定 不然就会晃的 这是形材这一块 方通的方通就没什么可讲的 因为方通它的避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 但是呢 也考虑到它的螺丝的连接性 因为它螺丝如果说你比如说你采用40x40x60x60的方通 那么它可能啊 比如说你m8m10的工压就供不了啊 工压供不了 所以呢 你连接的时候也不方便 细心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材料 但是我们很少人去用到它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做五米长的把直接滑轨按照在上面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滑轨按照在形材 然后把形材按照到形材 C型钢上面 C型钢你可以选择它对应的避后 有点像这种前面图 那么你螺母呢 你这里放形材 这里就是你的导轨 下面呢 就可以用你的 螺 形材固定在 这个C型钢上面 而滑轨固定在 形材上面 是这样子 槽钢 这槽钢呢 它的厚度 给我们上面建的任何三个都要厚 而且它方便我们的连接 所以它用的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多 但是它刚在连接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尽量的 我们槽钢尽量的使用的是 比如说你这个槽钢两侧宽的这一面 是作为连接基层的一个螺母的位置 其他的位置 因为它是斜的 会不适合直接从侧面来进行装 但是有的人 它在装配的时候 你这个侧面呢 也可以上螺母 这是我们升降 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 作为一个升降机 或者说 备速链 链条传动的时候 它的一个机架 就选择 这四种方式 每一种方式 各有一个优点 各有各的场合 形材它比较软 但是呢 它可以放电材 放螺母 我们说 一字螺母 这个螺母呢 很适合连接滑轨 所以在很多机械手 很多场合 会用形材来作为 它的一个支架 一个支架 还有一些输送线 作为一个 它的一个支架 它可调性 非常的好 但同时 如果你的距离比较长 它形材 你付出这些支架呢 也相对应的 也要多 另外一个 它在连接的时候 不易螺母 上下这种 直接穿过的方式 来进行连接 方通呢 它焊接结构 稳定性 比形材要更好一些 所以它用的 还是非常的多 C型钢 它螺母的连接的方式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茶钢 有它的优点 待会我们在 按这个时候 来跟大家提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升降机的应用 我们先看一下 升降机 第一个气缸式的升降机 如果我们先说一下 它的一个设计的 一个思路 一个思路 假设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 有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呢 是工方版吧 它可能有 100公斤 一个是200斤的 主要 好 200斤 200斤 我们想要通过升降机 把它上升到400毫米的一个空间 是它 是它一个位置 原来的位置是 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个位置呢 是400 我们想要把它送到约850的位置 约850的位置 原来位置是500 我们约到900 给它400的一个上升 那么我们在这里做这种升降机的时候 首先我们先考虑的是气缸的选择 气缸的选择 我们这里用的 可以选择这里面 看一下 打开雅德克里的软件 也就是200斤 我们来看一下 200斤 两千牛 那么这里没有 没有画册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肯定是使用这种 执行软件里面的 这些气缸当中 肯定使用标柄式气缸 不用说了 然后我们在标准性气缸里面 大概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实惠一点的 是SC这种类型的标准性的气缸 标准性的气缸 S1这种都是比较贵 稍微贵一点 气缸变相对贵一点 而且SC它是 那种 就是说 相对来说 它用的非常非常的 常规 也就是说 它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这个画册 看这个画册 通常情况下 我们用SC这一种呢 它大拉杆式的 它的一个 沉重性和 它的负载 各方面的性能 相对其他的气缸来说 还是非常的好 就是它四周会有一个 呃 两磅 进行 的连接 这种类型的气缸 然后我们在 画册在显摄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哈 200斤 那么 那么在这里 要么就使用63 要么就使用80 那么如果说 你考虑的更多一点 你肯定会想到 是使用80的 啊 你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虽然63 它可以达到超过200 又200斤 但是呢 你要比自己选择 要更高一个级别 更高一个级别 比如说那些呢 80 这种方式 如果说你 呃 考虑的时候呢 一定要 看着这个画册 在前面的课程 我已经跟他讲过 关于气缸出力的选择 我已经跟他说过 哈 在这里不提了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 有一个行程 哈 你这里可以选择 比如说 你选择这个行程 你要400 嗯 你要 行程是400 但是你在这里呢 没必要算那么准 你可以采用可调的方式 哈 450 如果说你要很准的话 你可以选择700 因为你的基角是可调的 首先你的基角可调 所以你在这里 直接选700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在选择 这里最中间的 还要选择负词10 好 因为啊 他也可能要进行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 的操作 那么不是半自动的 也不是脚踩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 复赤10 好 不管是不是脚踩 就考虑到以后 后续的一些 一些 可能增加的一些功能 所以呢 最好要复赤10 啊 不复赤10 到时候 如果增加起来 也不方便 可能就这个气缸就 不可以使用了 可能要更换 安装方式呢 这个我们不采用 默认的这种方式 然后就可以了 好 感应开关的数量 你可以 感应开关 感应开关的数量 你可以选两个 啊 然后呢 我们把它导出 我们在这里做 制作的时候呢 我们是由气缸 来作为一个固定键 也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课程 都说 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有些人问我是 由上而下 由哪里 还是由 由下而上呢 还是由上而下 还是由哪 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确定 你在做这个装配体的时候 先把这个东西保存 保存 这个链条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待会详细的来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是往往是先确定一个固定键 固定键呢 有很多种啊 有很多种 比如说有的时候 你如果确定的这个机架啊 机架图你已经确定了 那么你就直接做 但是一般情况呀 我们的机架是最后面才确定的啊 真的 真的 等你做的时候就知道啊 当我们来演示 你就知道为什么 你机架是在最后面来实现的 不是先从机架 所以不是由下而上 也不是由上而下 是由一个固定键 比如说我们传动的这个东西 两百斤 那么两百斤 你首先你的固定键 气缸 好气缸 你这个气缸 传动 是要用 可调 还是不可调 你自己选择啊 就像我们现在选择了 这不可调的 默认的就是吧 就是吧 好 那 你选择了这个气缸 那么这个 你就可以作为一个固定键 其他的 你就 你就慢慢慢慢的往上累积就可以了 好 我们把它输出 文件 STP 好 然后默认的格式 默认的位置 我们还是存在一盘2016 在里面去 好 好 存起来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文件打开 选择所有的文件 把它打开 在我们链条传动的时候呢 它 啊 可用在一些 啊 别的场合 在这个也上 大概在提一下 因为这里转出 可能还要 哎 有点慢啊 等下再说这个吧 我们先看一下 把这个做好之后呢 我们拖动 大概拖动一下 有会发现它是散的 是不是 就是散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强制性给它 增加一些配合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使用 配合 再配合之前 先把这个文 这边的 这几个零件 先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点 好 呃 选择一个面 按扩子加发 好 把它进行一个转圈的方式 然后选择它所有的这一块部分 好 然后按右键 在这里按下键 不要在这里 你在这里右键 那么这里就没有固定 然后你又被 选择一个 这是纪念 一定要在这一侧 选择右键 然后再选择固定 作为一个固定点 那么其他地方就动不了了 动不了了 那么也就是说你拖 它是拖不动的 那么其他这几个就是活动的 好 我们知道装备体必须要有个固定点 不然的话没法装配 所以我们写的这个和这个 然后呢再进行同心 默认的 这个面呢 和这个面 然后进行一个平行距离 不紧张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接下来就是这一边了 这个东西的这一边 这个先不要急着拖 再配合一下 这一边 这个边 这个边 同心 OK 同心之后 再进行配合 接下来就是 这里到这里 这里到这里 我们选择四把 加 就是加四把 加四把 这是它最远的距离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选择高细配合里面 最小的位置就是 所以 所以这里把它去掉 可以了 这样呢 就实现了一个 一个气缸 它在配合的时候呢 在前面伸缩 只能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位置 就OK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气缸 来大概的把它 打到底 就打到底 好 然后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好 铭身 再给它 一个装备体的铭身 啊 你做了这个装备体之后 你 大家在做 它本身是一个装备体的时候 不要直接在这个装备体 去插入一个心灵件哈 因为你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主件 是一个单元 所以最好 关掉它 重新建 做一个装备体 来作为你这个机器的装备 这个呢 设计机的结构 我跟大家说一下设计的思路 是这样子的 这是气缸 这是它上面的一个连接杆 这是连接着龙母 那么 啊 这个不用连接龙母 那么在这里呢 两侧我们用 链轮 链轮来进行带动 用电纹 这链轮应该是比较大一点啊 这个大小呢 要超过它气缸的钢体的 这个本体的一个总宽度 然后 在链轮的这一侧我们用链条 在这一侧呢 我们用链条 好 就我们采用 这个链轮的时候呢 大家考虑到一个 一个 一个缺点 待会儿我们来说一下 因为这个链轮呢 它可能会出现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在升降的时候 啊 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线 也就是它的高度 要有一点 有点 有点怎么 相对来说有点 不是很稳定 所以这个链轮呢 你可以采用滑轮的方式 就是说 呃 就是说你 你不用做齿轮的方式 但是呢 你还是使用链条 在这个桥里面进行滑动 这种方式来实现 也可以直接使用链轮 好 我们这里为了让大家 先进这方面 这是我们在这里 就用链链轮吧 直接带齿的 然后张紧机构 啊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固定 作为一个固定 然后张紧机构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链条 和它进行连接 也会有一个张紧的 也会有一个固定的机构 固定的这个 刚才跟大家说了 是这种方式 对 那么你这里呢 这是一个龙母 啊 这是一个连接键 那么这里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 连接这一个输送的线 啊 输送的平台 那么你这个平台呢 就在这里 那么大概是这样的 一个结构的原理 机架子的后面 我们再慢慢生成了 啊 后面再慢慢生成 大伙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东西 好 这这个就像 好